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小慧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降温 全国都降温 北方还好一点 有暖气 回去以后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就睡觉了 南方真的太难了 外面冷 屋里更冷 我在广州嘛 我现在取暖就两个办法 内服 多喝热水 外服 洗热水澡 我不知道热水能不能包治百病啊 反正冬天啊 它确实能救我狗命 现在洗着洗着我就发现 我每天最需要勇气的事情 已经不是去上班了 就是脱衣服洗澡 而且我现在就租房子住 那个房子太老了 那个热水器更老 水压特别不稳定 有的时候洗着洗着 那个水就突然变小了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啊 我这个腿挺长的 也有一米七呢 那个水就从头流到小腿就已经凉了 我要想头跟脚都热 我就得壁冬那个喷头 就你们想象一下 我就一边洗澡一边压腿 左腿完了换右腿 洗完了以后身上一半是水 一半就是汗 别人还以为我们家那是个浴室呢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个健身房了 而且这个水温啊 真的太难调了 它已经不是20 30 40 这种渐变的温度 它就是冷和烫 两种状态 就在你打开喷头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 这水是冷是烫 这就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学定恶的热水澡 洗着洗着我就发现呀 这洗澡跟我的工作很像 就我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最后还是一盆冷水 最后真的给我洗感冒了 我同事就给我安利 说我们这个高仪恒温沐浴系统就很好用啊 我说那这么好用你别洗了 你借给我用用呗 他说那可不行 我宁洗不去 他说他用这个恒温沐浴 站在那洗澡就像一朵花一样 我说对对对 我是敞花 你就是浴花 天气一冷啊 我不就得多喝热水吗 那热水一喝的多了 我不就得上厕所吗 那我家那个马桶啊 太凉了 坐在上面真的很难受 尤其是来大姨妈的时候 感觉就是酷刑 你说我又不是冰雪女啊 我就不需要这种冰封网座呀 我想好了 我男朋友要是犯错了呀 我就罚他坐在马桶上 我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叫冷暴力 开玩笑的 我没有男朋友 我就算有 能让他暖被窝 也不能让他暖马桶呀 那也不卫生啊 但是我有一耐智能马桶 可以自动加热 我就说来大姨妈 我就恨不得他上面坐一整天 我前面说了这么多 好用的产品 但我不知道大家 跟我有没有同样的顾虑 就是我们租房吧 就不太敢折腾这个房子 毕竟不是自己的嘛 我之前就给我房东 发过一个消息 我说 哥呀 你说我要是在浴室里面 装个浴缸 那房租能便宜一点吗 那房东说 嗯 我说哥你不要太紧张 我就是问一问 房东说我不紧张 我猜你就没有量过尺寸 我那个浴室啊 他装不下浴缸 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24小时 美丽换新服务 就免费上门 可以帮你设计 可以帮你测量 连拆带装 对我们这种租房客 非常友好 一日换新选立住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但是我那个房子啊 真的太小了 我很羡慕 有一些博主 就可以带人参观他的家 还能拍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我那个家 一开门就已经参观完了 但是啊 我跟这些人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客人到我们家 问的第一个问题 都是 嗯 我坐哪啊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啊 动手能力稍微强一点 说不定自己搞一搞也行 但是父母啊 我真的不太敢 让他们自己去导致 我还是希望小程序 一预约 哎 他们就可以上门 测量啊 什么的服务 一步到位 对吧 你们可能意识不到 就家里有老人的话 胃浴真的需要改造一下 我看过一个数据 他说就是很多老人 都是在胃浴里面滑倒 受伤 或者说弯腰去冲马桶的时候 这个腰受伤 很危险 而且你给父母改造了以后 他就可以出去炫耀了 对吧 就再有我爸的朋友 跟他说 老赵 我儿子在北京买房了 我爸就可以跟他说 老孟 我女儿在广州 给我买了一个美镖马桶 带扶手 我儿子那房呢 二环的 我女儿那马桶 能自动加热 还是美镖的 大品牌 二环的房子太空炕了 只有加热的马桶 才有温度 关心父母 从马桶做起 而且力助美丽 换新的服务 真的非常高效 我前两天就想着 本来我也要回家 给父母改造卫浴嘛 那我不如请几天假 挑挑产品 还能捋旅游 没想到我老板 当着我的面 拿出手机 一搜力助24小时 未遇换新 一键搞定 不到一天啊 我爸已经躺在浴缸里面 泡汤了 我的旅游梦也泡汤了 其实前面说了这么多啊 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管你有什么需求 咱们力助 包括旗下的 美镖 高仪 依奈 都会带着 24小时美丽换新服务 给你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快速解决未遇问题 大步迈向2021 大步运 大步运 一